Hello 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梅小春 当然也是为大家的需求挑选最好产品的小春哥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干一件大事 就是要来揭晓我背后的这四台中高端冰箱的比较实验的结果 那这四台冰箱分别来自于三星 卡萨蒂 西门子和松夏 刚才说过 支店这几年呢 一直在帮小伙伴们的需求去寻找最好的产品 那冰箱哪个好 光看资料是看不出来的 必须要仔仔细细的测试 甚至是拆开来看看才知道哪个冰箱好 所以呢 我们自己买了四台冰箱 就是想搞清楚冰箱到底哪个好 好 那我们来先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四台冰箱和这个价位 首先呢 因为也不太可能评测太多的冰箱 毕竟钱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 我们是根据销量的原则选择了这四个品牌 然后又分析了各种技术的情况 尽量对标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那么这台卡萨蒂冰箱的市场价呢 是13000 555升 这台西门子冰箱呢 是569升 13700 这台松下冰箱 498升 稍微的小了一些 但是呢 价格也是13400 那这台三星冰箱最大 662升 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 19800 不过呢 现在冰箱的价格呢 线上线下浮动的是比较大的 这些冰箱呢 有些我们是628买的 有些呢是线下砍价的时候买的 所以呢 情况各不相同 价格呢 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OK 现在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仔细分析分析这几台冰箱 外观呢 肯定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三星的这款冰箱呢 最大 采用的是十字对开门的设计 这个冰箱呢 特别的大 662升 当然 这个十字对开门的设计呢 看起来是比较大气的 对比起对开门冰箱 分区存储呢 更加的合理 但是呢 比起法式来 下面的这块空间 利用率和收纳的简便性呢 就相对的欠缺一些 这个冰箱的很多容积呢 都在门上面 实际用的时候呢 空间的浪费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抽屉的开口呢 是比较小 用起来呢 不是那么的方便 当然 这个冰箱 662升 长宽和西门子差不多 高度呢 更高一些 1.82米 面板呢 是金属的 开上去呢 还是非常的大气 那这个设计呢 三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估计 它也是要快改版了 卡萨蒂这款呢 是法式门的设计 这种对开门 下面两个抽屉形式的 一般我们称之为法式 当然 它也不见得是法国人发明的 法式对开门的主要特点呢 是 对开门设计里面 取消了中间的格梁 形成了超宽的横向空间布局 那这个空间呢 是非常爽的 也是我们在做装载实验里面 唯一一款不用把芹菜折断 就可以放进去的冰箱 这款卡萨蒂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长宽 要比西门子和三星都要小 尤其是这个深度 67.7厘米的近深 比较适合嵌到橱柜里面 当然 也是进户门 或者是进餐厅门最方便的一款 这款冰箱呢 高度比较高 1米9左右 而且呢 这款冰箱由于采用了自由嵌入式的设计 散热呢 是在底部和四周 两边留2厘米的散热边距就可以 那这个门打开之后 把它打开到90度 抽屉呢 是可以拉出来的 把它半嵌到橱柜里面 还是比较的美观的 这款冰箱呢 外观上一个创新的点 就是这个19度的弧面 玻璃面板实现这么大的弧度 还是不太容易的 我们呢 现在来到这台西门子冰箱前面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西门子冰箱呢 采取的是对开三门的结构 金属面板 这里下面的这个空间呢 是个变温室 可以实现从-3到6度的变温 其实这个三门结构就是对开门的一个变形 把这个冷藏果蔬区独立起来 可以做到防止窜味 也可以做到更好的保湿 这台冰箱呢 也是这四款里面 唯一采用浑冷技术 这样呢 对于保鲜是比较好的 可以避免风冷导致的湿度过低的问题 这个外观里面啊 比较特殊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一体化的LED控制器 和门把手融合了起来 这个冰箱也是门打开90度 抽屉就可以拉出来 不过呢 尺寸要比卡萨地大很多 稍微窄一些的门呢 也是一样 估计要拆了冰箱门才可以搬到家里去 松下的这款呢 是在法式对开门的基础上 做了改良 分区非常的细致 下面呢 有制冰室 新鲜冻结室 冷冻变温区 同样是隐藏式的把手设计 非常的简约 最下面的这个抽屉呢 是一个变温室 变温的范围呢 可以从零下的3度到4度 那外观上呢 采用的是玻璃面板 设计上没有太多的特殊处处 我觉得还是中规中矩 好 那咱们的外观呢 就说到这里 这个采用什么门的形式 玻璃还是金属 的确是见仁见智 具体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在这儿了 大家呢 可以比比看 那我们现在呢 逐一打开 和大家分享一下静态参数的比较 那这一次的冰箱比较实验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 就是干了一件 我一直想干 但是一直没有条件干的事 我们呢 买了一个地棒 撑了一下这些冰箱 那这个看起来有一点搞笑的图办法 实际体现了一个冰箱的发泡层 是不是打的好 用料呢 是不是扎实 那和温度的稳定性和食材的保存 都有很大的关系 称动的结果呢 是卡拉蒂是147公斤 三星呢 143公斤 西门子113公斤 松下呢 是105公斤 后续呢 我们可以看看性能 到底和重量有没有关系 好 我们来先看这台三星冰箱 这个超薄的制冰盒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测试一下 还是很好用的 这个冰箱呢 分了三个区域 都是独立循环的 那这个门呢 可以实现宽带变温 边范围的从-23度到3度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用起来呢 更加的灵活一些 冰箱的背板部分采用了金属材质 智能起来 理论上变温会更加均匀 不过呢 实际测试的时候 温度稳定性是比不上卡萨迪和西门子的 也就比松下稍微强了那么一些 所以呢 这个技术呢 有效性还是有点点问题 照明上面 上面有三组LED灯 照明起来非常的明亮 下面呢 也有LED灯光 空间设计上呢 这个隔板是可以折叠的 不过呢 这个冰箱虽然是大 装载实验的时候发现空间浪费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门上的这个空间 其实不太好用 那这也是装载实验和四星的原因之一 不过呢 这个细节要注意一下 两个抽屉呢 都是有比较大的缝隙 主打保湿 但是缝隙搞这么大 效果肯定是成问题 咱们呢 后面来看看结果 细说 那这个人机交互操作逻辑有一点点问题 还是要看看说明书 信息反馈呢 设计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再让我们来看这台卡萨地冰箱 卡萨地冰箱的分区设计呢 是我们这些年评测下来 一直认为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抽屉呢 可以放家里一周的蔬菜 全透明的设计 放什么都可以看的非常清楚 那这个裹蔬盒呢 是保湿的 这个呢 可以存放喜欢干燥的食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一推是有轻轻的吸力的 密封的非常的好 卡萨地冰箱里面呢 有个红外线的传感器 可以感知到食材的取放来调控温度 灯光上采用的是一块渐亮的面光源 灯光比较柔和 下面两个抽屉呢 也都是有灯光的 上面这个抽屉呢 有一个玻璃盖板 下面呢 是托盘的设计 整体空间设计呢 都是非常的好的 装载实验的时候 物品取放和存储也都不错 那在装载测试中 结果还是不错的 得到了五星的评价 人机交互的操作逻辑比较清晰 基本上呢 不用看说明书就能够明白 信息反馈还是不错的 这个和刚才我们说过 门打开90度 抽屉也是可以拉出来的 好 咱们再来看看这台西门子冰箱 这台西门子冰箱呢 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下面的灯啊 是在上面的门上面 我刚开始呢 还以为没灯 所以呢 以为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有灯光照明 但是呢 其实有灯 而且呢 所有的空间都有灯光的照明 那这台冰箱呢 采用三门设计 就是横向的空间稍微小一点 长的菜要折一下才能放进去 那由于采用了混冷的技术 这三区的循环都是相互独立的 避免串味 不过呢 说起串味 这种冷冻式的设计 开放的区域 穿握呢 是避免不了的 而且大型的 比如说羊腿这样的食材存放 也不是太方便 另外呢 冷藏的食材取用如果比较频繁 下面的这三个抽屉 经常取放啊 其实是不是特别方便的 中间的这个抽屉呢 是用来保鲜 裹蔬的 可以看到密封的非常的好 因为保鲜区取放需要弯腰 而且呢 冷冻区的抽屉比较少 所以呢 装展实验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给太多 最后呢 给了它三颗星 那这台冰箱的人际交互还是不错的 操作逻辑清晰 不用看说明书 而且信息反馈也比较清晰 下面的这三个抽屉呢 门打开到90度 就可以打开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松下冰箱 那这个呢 稍微惨一点 下面的这些抽屉呢 都是没有灯光来照明的 取放物品其实还是有一点不方便 这款松下冰箱的容积最小 但是切分的最细 基本上每种食物都有自己存放的空间 那这台冰箱呢 采用了顶直式的压缩机设计 最下面的这个变温式的容积就更大了 而且呢 还内置了一个自动的制冰机 可以往制冰室里面制动制冰 那这个呢 是新鲜冻结时可以实现快速的制冷 不过呢 这台冰箱的多门设计 空间呢 拆的是比较散的 冷冻室的容积呢 也是最小的 相对比例而言呢 我觉得不太适合中国人使用 那我们装载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 装载测试呢 得了三颗星的成绩 这里面这个抽屉空气太大 所以预测保鲜效果是不会太好的 人机交互是最差的 实在是看了说明书 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搞懂这台冰箱的操作逻辑 信息反馈呢 也不太明确 好 基本上这个冰箱的外观和精彩分析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我们以前啊 写图文也说不了这么多 今天呢 小郑哥也是没什么稿子 想到哪儿我们就说到哪儿 现在呢 重点来了 我们要进入到实验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这四台冰箱的温度稳定性 湿度稳定性 保鲜能力 除去能力 还有耗电量 噪声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首先进行的就是温度稳定性的测试 这个呢 我们是在冰箱的每个独立区域里面 放置了一个测温点 然后测量进入稳定工作状态之后 72小时的温度变化曲线 那所有的测试做完以后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数据 从平均数据上看啊 卡萨D3摄氏度是最好的 西门子平均温差6.6摄氏度也还是不错 三星的8.1度还算行 松下就稍微有点点离谱 15.4度 这个呢 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解读它 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它最轻的重量有点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温度数据 三星的果蔬核的高湿档 温度控制的比较好 温差呢只有1.1度 不过呢 冷冻室的第一层是比较离谱的 温差居然达到了15度 那这个和化霜是肯定有关系的 变温室和冷藏室呢 温差一般算不上太好 卡萨D的温差呢非常让人吃惊 保鲜室温差只有0.3度 最高层温差是冷藏室的第一层 5.8度和西门子差不多 表现突出的是3.3度和2.7度的冷冻室温差 这个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 那你要在化霜的同时 若能做到温度控制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西门子的冷冻室温差 也是在16.5度和12.6度 所以我们来看这台西门子冰箱 西门子的整体数据呢还是不错的 只是冷冻室的上部温差达到了16.5度 这个呢有些不像西门子的水平 不过呢 存储和素菜保鲜抽屉的温度差 分别为1.8和2.9度都是非常不错的表现 搜下的这个温度控制呢就有一些无厘头了 制冰室和新鲜冻结室测到的最高温度都高于0度 温度差呢达到了22度 冷藏室的最高温度啊居然飙到了11度 所以你确定这是一台冰箱吗 除了温度啊对于果蔬保鲜来说 湿度的控制也非常关键 所以呢我们还用湿度传感器进行了湿区的湿度测试 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每款冰箱最高湿度都可以达到70%左右 卡擦地的干区湿度控制在48.2以下 而保鲜区在67.7%以上波动呢是比较小的 西门子的蔬菜区呢表现也不错 湿度差在13.4% 三星的表现呢就要稍弱一些 不仅呢温度偏低湿度差也比较大 松下的湿度波动实在是有一些大 所以呢我已经开始担心松下的保鲜效果 好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用菠菜来测试这几台冰箱保鲜效果的结果 那我们分别用带包装的和不带包装的菠菜 分别测试7天和14天的保鲜结果 通过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卡擦地西门子三星保鲜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数据上来看呢带包装的菜卡擦地555的冰箱7天湿水率只有2.55% 西门子呢稍微差一点点但是呢也是有2.67% 搜下的这台冰箱呢就稍微有点说不过去了 湿水率到了7.24% 那这个可是装在包装里头只要你温度稳定湿度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有就是如果它比较好可能它增加了一些供养功能 那么不带包装的蔬菜西门子的表现是最好的 湿水率呢达到了10.05% 卡擦地呢比它稍微差一点达到了14.39% 不过呢今天三星的表现也还不错有了比较大的改进 这个呢和刚才的重量啊温度啊湿度估计都是会有关系 还是一样松下的情况比较惨 带包装的7.24%不带包装的24.66% 这个和刚才的温度湿度还有冰箱的重量的确都是有联系的 在14天的项目里面菠菜几乎都成了菜干 当然实验结果还揭示了另外一个奥秘 放在冰箱保鲜袋里的叶菜可以大大的延长存储的时间 因为这几台冰箱都有除菌浴菌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个测试 这次呢我们玩了点新鲜的 我们买了几个大豆烙蛋白琼芝无菌培养机平板 用空气沉降法测试了冰箱内部的吸菌情况 在做完保鲜测试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无菌培养机平板放置在冰箱里面30分钟 然后呢取出放到恒温培养箱当中培养48小时 通过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卡萨蒂的异军结果最好只有一个均点 三星呢稍微差一点有三个但是呢都是比较小 松下和西门子都超过了三个 但是这个结果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比起以前我们做的一些稍微低端一些的冰箱来讲还是很好的 四款冰箱的异军效果呢都不错符合他们中高端的定位 好和大家说一下这四台冰箱的主要性能部分其实就测试完了 卡萨蒂最好西门子呢也不错三星稍微弱那么一点 但是进步的确很大松下呢是大踏步的退步 不知道是不是和国内某品牌合作之后国产有关 下面呢我们来再做几个测试 其实也是很多小伙伴选择冰箱时重要的考虑点 我们呢对这几台冰箱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首先呢说这台三星冰箱 这台三星冰箱的容积最大十字对开门的设计 我特别喜欢这个宽带变温水温度呢可以从-23度一直到3度 这个呢还是很牛的灯光操作制冰盒各方面的设计还不错 噪声测试的结果显示呢噪声控制的也比较好 这么大的冰箱能耗也就比卡扎地稍微高了一点 性能发便温度湿度控制的也都还可以保鲜性能还算不错 但是和西门子卡扎地比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湿度的控制啊保鲜还是有差距 有进步还是有差距 除菌呢还是不错 虽然是大 但是呢空间利用起来还算不上非常的合理 整体来说实力均衡性能不是最好 但是容积的确是最大的 那这台卡扎地冰箱的表现呢还的确是非常的稳定 法式对开门的设计干湿分厨等设计呢比较适合中国家庭 温度湿度保鲜表现都是最好的 耗电量也是最低的 噪声控制也非常好 评测下来各方面的数据都不错 还是很均衡的 不过呢这一款卡扎地冰箱呢是足氧的技术 没有内置的控氧技术 对比起以前我们测试过的型号 保鲜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西门子这台冰箱的耗电量呢是比较大的 噪声呢不是很好 尤其是压缩机的位置 噪声是比较大 这个呢就比较奇怪 因为它跟卡扎地用的是同一个品牌的压缩机 结合温度湿度和保鲜除菌的表现来看 西门子呢质量略有下滑 这么说呢可能不太恰当 还是说没有进步比较好 实力还是有 但是呢的确是这几年进步比较小 有一点吃老本的意思 松下松下我都不想吐槽了 1.407度的耗电量容积最小 耗电最大 正面噪声48.9 居然比压缩机的位置噪声还大 当然呢肯定是和顶制压缩机有关 这个技术呢对压缩机的要求比较高 松下呢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压缩机供应商 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还有保鲜这些实验的结果 都让我不太相信这个是松下的这个价位的产品 当然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拆开了这些冰箱 那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冰箱的电路板呢采用分体式的设计 这些呢都是单面板 所以这个可靠性设计呢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部件单独放在这里 板子呢分为三块加了很多的接插和走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分啊连接是直接焊上去的 那运输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出问题 而且一旦出了问题也不容易换 维修起来呢是比较麻烦的 好的方面呢这是双电抗器的滤波器模块 一些电器件呢采用了机电器的控制 用料还算不错 卡擦地的这个呢是单电脑板的设计 这个电脑板呢是定时化的使用率非常高 稳定性也很好而且呢都是双面板的可靠性不错 线缆呢用的是走线槽的强弱电分体走线 线路呢不跨越电脑板的本体 这个呢安全性比较高 这边呢也是双电抗器的设计 电解电容的用料也很扎实 给了很大的赋予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散热保护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呢整体来讲这块线路板设计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 那西门子的这块泄路板呢我们可以看到 接插件用的是汽车上用的德国RES的端子 这个呢比较牢固可靠 成本也挺高的 西门子呢这个其实是强弱电走线槽的分体走线设计 线路呢也是没有跨越电脑板的本体 安全性呢其实也比较不错 当然也有说它强弱电不分离 那相对于卡萨蒂来讲 它的确没有做到强弱电的分离 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走线槽的设计 这个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 西门子的这块线路板和三星一样 它也是分体式的设计 其实会降低口号性 尤其呢是这块单面板 康康尔能力是不如双面板的 和三星一样 器件的控制呢也是采用了机电器控制 这个呢也还是不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松下的这块板子 松下的这块板子呢设计的其实还不错 双面板的集成设计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双面板 其实还是挺好的中规中矩 压缩机呢和电脑板都是顶制的 但是发现了个问题 就是日本产的电脑板 一般呢原来都是会封胶的 这样呢防水防尘就更好 所以打开看到这块板子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遗憾的 卡萨蒂和西门子都用的是恩布拉克的压缩机 大品牌技术呢比较先进 三星和松下都是资产的 不过呢松下这个散热是内置管路的自然对流 而卡萨蒂的底部微风道冷凝器和冷却风机 强制对流的灌热显然是卡萨蒂的更好一些 从画商来看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铝片设计呢也各有不同 实际的效果数据来看卡萨蒂的温差最小 所以呢总结起来 这四款冰箱的选材用料和设计都还不错 有大厂风范 其中卡萨蒂的设计和用料最好 新门子三星松下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但是整体比我们评测过的其他品牌的冰箱 其他价位的冰箱还是非常好 好总结一下这四台冰箱的比较 卡萨蒂的各项数据都比较的均衡 第一西门子呢是老牌竞理实力选手 但是呢进步比较小 其实呢是有点退步 所以第二三星呢是不断的在进步 性能的比起去年来大有改观 得了第三松下 松下咱们就不说了 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它是第四 那评测了这么多冰箱以后 还有一个更深的感受 就是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调整好 的确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说了这么多 最终其实想和大家聊一下 那很多小伙伴呢在选择冰箱的时候 靠的是品牌 靠的是口碑 靠的是说 朋友说这个冰箱怎么怎么地 大概其他听了听之后 然后呢再去看一些企业的广告 那其实现在这些冰箱呢大部分都是国产的 供应链差不多 而且呢市场和需求其实一直在变 因为大家的生活一直在变 所以呢哪个冰箱最好 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当下的时代来看 尤其呢是谁的研发投入最大 从产品的性能一点点的去看 贴着用户走的那些需求 那些特性也不能过于的逆行平台 因为呢我自从专心研究哪个产品好以来 认知是不断的被打破的 好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是专门为小伙伴的需求挑选最好的产品 当然也是不用看别人眼色自己买产品自己做主评测的 小春哥我们下个视频再见